我们现在在曼克顿的联合广场外围 由现在开始我们会在整个广场外围走一个圈 你会看到左手边的蓝色单车 全部都是属于纽约市的单车 可以租的,时租或者月租都可以 你只要上网下载租单车的软件 你就可以租这些单车 整个纽约市曼克顿都可以找到这些单车 就很容易可以替换一部你想要的单车 因为这单车只行半个小时要替换另外一部 而你看到这部蓝色的车就是卖食品的 这个就是卖雪糕和卖饮品 在纽约市差不多每个街口都会看到这些单车 这位人士在卖艺 在纽约市周围都会看到这些卖艺的人 还有这里有很多绿色树 就是联合广场 但现在我们在外围 所以现在我们在看外围的风景 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右手边 这些黄色的桌子和桌子 就是纽约市政府提供的 所以所有纽约市居民都可以用的 就不是餐厅提供的 这个是纽约市在市里提供的 而这里就是东十七街 如果你在纽约市 这里上面写着东十七街 如果你在纽约市逛街 就要分清了是东面或西面 因为如果东面和西面 街道会完全不同 所以如果别人告诉你 十七街要问清楚是在东面或西面 这里的桌子和这条街 在十七街和拨围中间 这里的桌子不是很多高楼大厦 因为所有高楼大厦 通常都是集中在二十五街以上 这里就是十四街 就是二十五街以下 所以桌子就比较不太高 但是这里的行人路和车 是很宽敞的 也有很多位置给你走 这个是麦当劳 出名的麦记 当然香港所有人都会请出麦当劳 美国也是 周围都可以找到的快餐店 麦当劳 而这里外面 你可以看到有这些 可以提供的餐厅 在外面摆桌椅来坐 通常夏天 很多桌子等的餐厅 可以放在餐厅外面 吃饭或者饮食品 在纽约市 周围都可以看见 现在我们直接走到十六街 东十六街 你看到了 前面一间银行 Chase 银行 在左边看到很多帐篷 全部都是农夫市场 凡是星期一、三、五、六都会在农夫市场开 他们只卖有机食品 全部都是有机 所以如果纽约市居民想买有机 和健康的食品 通常他们都会来到 联合广场买的 现在直行 会到 东审街 这里看到很多架 这架是 外层维修建的 在楼市周围都会看到 这架是代表那一层楼 可能已经做了一些外围的维修 在纽约市 所有的建筑架 都是铁造的 就不像香港那样 用竹 但这里全部是用铁的 所以全部都是上楼市 所以这里周围都会看到 很普遍的 这一部雪糕车 叫做Mr.Softy 非常出名 在纽约市周围都可以看到 一年四季都会看到的雪糕车 这里也很繁忙 你看到很多人 还有比较年轻的人 因为这里 在联合广场 通常都是集中 很多大学 或者中学 所以你会看到 比较多年轻的人 在这里聚集 这里就是联合广场 你看到对面 很多树 很多树 这里的楼 全部都是联合广场的范围 你看到也有很多白鴿 我们这边 楼市真是白鴿 周围 通界都是 现在你看到 这个红色招牌 叫做Stable Stable 就好像香港商务书局 但这里不是卖书 它里面是卖文具 主要是做一些 写字楼的文具 印刷 这间 就有一间 连锁店 Stable 就在整个美国 任何一个州都可以找到 所以 逢是有人想要大量印刷 或想要买大量的文具 都会在Stable 买的 那现在 我们直行 看到 E14街 就是东14街 你现在可以看到 其实 这里的马路 和行人路 都很宽阔 楼市 那些马路 和行人路 一直都比较宽阔 它们早期建设 已经很宽敞 所以 在这里逛街 就不会太擠逼 也很舒服 因为 就算很多人 你都不会觉得很擠逼 而这区 因为很多年轻人聚集 所以 你就会觉得 这里会很有 超气勃勃的感觉 现在 这个区 叫做 聯合广场西边 这部巴士 就有两部巴士 连在一起 只有 在曼克顿 你才可以看到 平时去第二个区 是看不到的 在曼克顿 才会看到 有两部巴士 连在一起 其实 因为人太多 在曼克顿 所以 他们很多巴士 都会两部 连在一起 这里就是 十四街 这是另外一部 车 就是 中东食品 和热酒 如果你喜欢吃 羊肉饭 鸡饭 这些 餐车也会提供 汉堡包 这一条街 叫做 大学街 顾名思义大学街 因为 这里附近 已经有很多大学 有 新学校大学 和 纽约市大学 大学街 大学街 现在 你见到 啡色这一棟 很大棟的楼 其实是一间医院 大学院 纽约市 在联合广场 旁边 有一间 很大型的医院 这间医院 也有 急症室 这里 就是街边的小贩 很多小贩 另外一部 餐车 真是多到不得了 每个街口 都可以找到的 很多人 都很多人 都很多人 今天我们来星期五 所以你也会见到 很多人 但是他们比较年轻 可能在这边附近 上学 读书 这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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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叫Burnington 和DSW 里面 是专买名牌的 团马货 所以如果你喜欢名牌 又想买便宜的 这两间店 就是专门店 因为里面 是团马货 但质地依然很好 因为始终都是名牌 如果想买一些 团马货 也不介意 颜色 不是你想要的 这两间 叫Burnington 和DSW 就很出名 这个就是地铁站 这个就是14階地铁站 14階地铁站 就是联合广场的地铁站出口处 这个 在联合广场里面 的地铁站 进入地铁站的出口处 都有好几个 这间超级市场 叫Hole Food 也是专买有机食品 全部都是有机食品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 看到这部巴士 两部巴士 连续一起的巴士 现在这里另外一个 维修的场 你看到这些铁铁 全部都是在维修 另外一个 地铁站的入口处 14階联合广场的入口处 出入口处 你看看 又有一部 餐车 四周 四周 都有餐车 你看看 对面 零后 这些餐车 大部分 十架 有九架 都是中东食品 这里 比较流行 中东人食品 所以 其实中东食品 比较像 印度饭 但 它们不一定辣 你可以跟它说 要辣 或者不辣 都可以 通常都是买羊肉 和鸡肉 真是人来人往 这里其实好像香港 尼敦道 因为这里 其实都是比较集中 在纽约市居民来的地方 这里不算是游客区 也不会见到很多游客 现在我们过马路了 你看到很多树木 那里是联合广场里面的 其实联合广场里面 不单止一个广场 里面也是联合公园 一个公园 和一个广场 连在一起 现在有树木的地方 里面是一个公园 这些公园 联合广场 平时在农夫市场开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摊位 在卖 卖菜 卖面包 卖食品 或者卖蛋糕 卖很多东西 但它只是开星期一 三 五 和星期六 星期二 四 和日 是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联合广场非常出名 就是抗议 凡亲楼市有什么人 要抗议 游行 他们都会在联合广场这里做 因为这里聚集很多大学生 否则凡亲星期二 星期四 星期日 你来到这里 就会见到很多人在家里坐着 拿着一个很大的标牌 抗议某一件事 或者不公平很多 逢生星期二 和四 和星期二 才会见到 因为 13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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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8 18 19 18 18 19 19 19 20 19 20 20 20 在紐約市大部份很多銀行都是舊式建設 這間是其中一個比較舊式的建設 很典型的銀行建設 你看到另外一個架 這裏真的圍繞整個廣場都是建築架 這架可能上面有些要維修 有些可能要再次翻身 有很多架在這裏 所以在架下面走會比較安全 因為上面有棚等各方面 保障行人安全 所以會見很多架在這裏 現在對面是聯合廣場 很多樹木其實是聯合廣場公園 現在我們現在向前走 經過架 旁邊這間就是傢俬店 這裏的人很友善 好像剛才的郵差 有些東西流在地上 也很多人都很願意去幫忙 這裏就是十六街 東十六街 現在我們過馬路 現在我們過馬路 看這裏的街比較寬敞 所以走起街來也很舒服 就算很多人都不會有心 不會容易身體會有接觸 因為街亦比較寬敞 在這裏的街上 我們這裏賣甜圈圈 最有名的 這裏差不多到處都可以找到 另外一間連鎖店 也都賣咖啡 凍咖啡 現在我們來到 東十七街 這裏的建築物 全都是很舊式的建築物 但亦都很寬敞 而且很實正 你看到他們的樓 以前起落的樓 都是很 花崗石 各方面 所以你看到他們也都很厚 很厚 而且很 建設得 比較 怎麼說 比較 實正 這裏就是東十七街 因為有一段時間 樓又市 很多店舖都關門了 現在這些全部都是 可以招商 如果有人有興趣 就可以租這一區的店舖 現在我們回到原點 剛剛開始走的原點 如果你喜歡我這個頻道 也都多謝你收看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